接下来关注以巴局势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表示 卡塔尔已经重启对加沙战事的斡选工作 并正在积极和各方对话 以争取尽快达成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 并且交换人质 马吉德表示 卡塔尔正在积极通过会议和电话方式收集各方意见 促进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虽然卡塔尔曾经在11月初宣布停止担任 加沙停火协议和人质释放协议的调解方 但眼见近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谈判的积极元素 让一度停滞的停火谈判有望延续 据知情人士透露 以巴双方将在这个星期内举行新一轮的停火谈判 但马吉德强调 积极谈判不一定能够带来积极成果 唯有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同意签署协议 以巴冲突才有机会画下句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了以色列双方 令人见现金 北京都没救开 点赞 订阅 预再乘